中央社记者廖宇阳、陈俊华台北21日电行政院长赖清德今天表示,他昨天传简讯给时代力量党级立法委员黄国昌,特别请教一致规则,他认为立法院出审劳动基准法修正草案时无一是问题,应让寻达顺利进行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经济委员会,昨天联席出审劳动基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徐永明在程序发言时主张草案复委复一期未过,要求等28日复一期过后再审并占据发言台程序发言约11小时 赖清德上午出席2017能源院景高峰论坛前受访表示,他昨天有传简讯给黄国昌委员,特别就一事规则跟他请教 曾任立委的赖清德表示,他过去在立法院多年,也当过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干事长,还在熟悉议事规则 昨天的议事没有问题,应让寻达顺利进行 黄国昌在社群网站脸书Facebook发文表示,赖院长的确传简讯表达他的看法 他也回讯说明徐永明坚持程序正义是正确的事,在议事规则解释上,我支持我们总照 黄国昌说,行政院如果要派人跟他讨论议事规则,他很欢迎 但如果对宪政民主还有基本认识,就应理解立法院如何解释议事规则是立法院权责 不是行政院可以说三到四,一百零六万一千一百二十一